有多少就算多少 我們旅館參觀 公車站 公車站,我們有製造的套裝形成的 要去擦摘牌 再營出班頭廚 再煮,再煮 煮飯 這四季年,就回出這邊來 還有一季,這邊也是放人家,不要喝酒 千年不要喝酒 你像人家鄉村,哪一趟叫做鄉村 你好 你好 你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想法,我覺得 你應該知道年輕人會知道 以前的媽媽、爸爸他們的生活 我們數學從寶屯農村最快 只要我們是希望說 就是說透過這些產業回來 讓它變成一個創意 那個創意就是說 它能夠活過來 然後再教學看 設計餐廳跟修繩的一款 它能變成一個產業 這個產業可以幫忙社區成長 那今天,比方說 重高失業的老人照顧 包括社群營造 我們是用這些工作去分配 所以說,我要讓你們 了解我們的主題是什麼 接下來讓我們了解說 到底我們 還有多少農村可以導致像這樣 這個主題就變成 農村已經毀滅掉了 幾乎台灣的農村都毀滅掉了 老實說你們還保留著 新加坡是完全沒有的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透過搶救 我們是搶救回來 搶救回來 讓它有一個過程 搶救的過程 我們都有拍攝 我們的網站都有 因為透過這種努力 加益線突顯 你既然是一個努力線 你到底保存什麼下 對 是這樣 所以加益還是跟農業群 就是一個農業群 就是一個農業群 對 因為你們過來 台灣這邊 大花加監線 它的主題到底是什麼 到現在幾乎都是很隆重的 因為工業跟科技的競爭 很像整個台灣完全傾向 不是所謂的農業 因為農業現在很多科技的農業 我們變成真正的農業消失了 除了那個消失的文化 我們一直希望說 透過這種大家的努力 社區的努力 還是有網友集社區重人的智慧 一起來討論探討 讓它成為一個未來發展 甚至可以既保存農村資源 然後又讓它可以更能夠轉型 農業轉型之後的農村 因為現在是家業性的 就是人口老化 然後很多年輕的學生都在外面 然後就是幫忙他們去觀察這些老人 看他們在這邊 然後你會用 他們還要網路視訊 然後拍攝 然後再上傳到網路上面 給他一些在外面的小朋友看 說我們有觀眾的那些老人 幫你們放棄的 你們今天什麼時候要離開 一半的漢人 那整個文化生活圈裡面的 我們都有去走 我們到底他們的文化生活圈 現在房電子怎麼樣 那我們去探索 包括他們有移動給我們這些 我們等一下留意一下 我們在背貌 大家在互動瞭解 他們的文化生活圈是什麼 因為你們一路來完 我想你們這個整個的主題就是一個 自然生態 自然生態美術 那你會不會對我們有什麼建議 那你會不會對我們有什麼建議 可以學過更多了 因為真的是要讓年輕一半 然後想一半 謝謝